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新年的年初一 祝大家虎年快乐 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要填一个已经挖了两年的坑 从2019年开始 我就一直说我要说这个 说这个 说这个 说了至少有5次 今天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因为什么呢 今天已经是虎年的第一天了 而这件事跟老虎很有关系 前两天我们讲了电影博街俱乐部 有朋友就建议说你以后应该多讲一讲电影 其实有一部电影我一直说我要讲 而且这部电影对于我个人的人生观念 尤其是近10年以来的人生观念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每一年对我都有新的启发 这个就是我背后这张剧照的来源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就是Life of Pi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我建议您现在把我们的视频关掉 先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如果您不在乎剧透的话 那我就继续了 这部电影是我不多的在电影院里看过的电影 当时2012年看的时候一头雾水 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印度有一个少年名字就叫Pi 就是圆周绿那个派 他父亲是开动物园的 他父亲这个人是非常理性的一个人 是一个无神论者 一直教育自己孩子 你们必须要严格的遵循理性 而少年派却对宗教非常着迷 而且不只是一种宗教 不管是印度教 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 他都愿意去接近 都愿意去了解 愿意去了解他们的神 他们动物园里有一只老虎 叫做Richard Parker 他对这只老虎也很着迷 甚至有一次拿着肉 直接把手伸到笼子里 要去喂老虎 跟老虎亲近 他父亲赶紧跑过来把他拉走 然后对他非常生气 为了教育他 专门找一头羊过来 当着他的面 让老虎把这羊咬死 拖走了 然后告诉他 野兽是没有灵魂的 在野兽的眼睛里看到的 只有你自己的倒影 我背后的这个画面 就是当时少年派拿着肉 要喂老虎吃的时候 老虎正面走过来的一个特写 大家注意看 一面是亮的 一面是黑暗的 这跟我们后面讲的非常有关系 然后有一天动物园因为经营不善 他父亲没办法 只好把他们动物一起装到笼子里面 他们要一起移民到加拿大去 结果商船装动物装人的船 半路上因为遇到巨大的风浪 颠覆了 所有人都淹死了 只剩下少年派和一条救生群 还有几只动物 一只斑马 断了腿的斑马 一个红毛猩猩 一个斑猎狗 就是非洲猎狗 因为饥饿 这只非洲猎狗先是咬死了斑马 然后又咬死了红毛猩猩 当他准备来对付少年派的时候 那头叫Richard Parker的老虎 从救生艇深处钻了出来 把非洲猎狗给咬死了 可是你跟一只老虎一起待在一个小艇上 你能活吗 所以少年派一开始 先自己做了一个救生法子 然后跟小艇隔开 但是你这样子不是办法 你不可能永远住在一个法子上面 他只能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试图跟老虎 一开始是驯化他 他自己捕到一些鱼肉 然后来驯化这只已经鸡肠鹿鹿的老虎 然后经过各种各样的斗争 终于跟老虎达成了一个平衡 人和老虎就这样在救生艇上 形成了一种相互防范 但是同时又相互合作 相依为命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这样无限地在海上飘了很久 这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他们飘到了一个岛上 这个岛上到处是看起来风衣足食 而且有很多虎幼 很多虎幼 地上也很多根筋 看起来似乎都是可以吃的 而且还有淡水 少年派一度就打算 我永远会在岛上一直生活下去 而到了晚上他才发现这个岛有着恐怖的一面 地面上根本就没法再住了 所有东西根筋也都不能吃了 而淡水直接变成了强酸 能够腐蚀肉体的强酸 他和虎幼都只能爬到树上去 在树上的花里面 他拨开花朵 发现里面有一颗腐蚀了的人的牙齿 而老虎早早的根本就不愿意在这个岛上呆 早早就钻到救生艇上去了 这个时候他的决定 离开这样一个看起来如梦似幻的岛 跟老虎再次踏上一个漂流的真城 直到他们漂到了南美洲 他们是在日本的马里亚纳海溝那边出事的 一直漂到了南美洲 上岸以后老虎先下船 然后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南美洲的丛林里面去 少年派被人救起 看着老虎 我记得特别清楚 看着老虎 我特别希望老虎再回过头来看我一眼 哪怕打声招呼毕竟我们共存了这么久 老虎头也不回钻进了丛林 看着老虎远去的背影 这个时候被搭救的少年派是气不成声 然后过了很多年 当初的少年已经长成了一个中年人 已经有了妻子儿女 在加拿大已经安顿下来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记者来采访他 说我当年看了你们当时船出事的记录报告 觉得很奇怪 来问一下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 当年这艘船是一艘日本商船 所以日本的商船公司派人来了解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他就跟他们说了这个故事 是发生了这样 然后日本的公司两个人听得是一头雾水 正常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对不对 然后少年派跟他们说了另外一个故事 没有动物 没有斑马 没有猎狗 没有红毛猩猩 这些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这些都是人 斑马是当时船上的一个亚洲的水手 红毛猩猩是他的妈妈 少年派的妈妈 而非洲的斑猎狗 是船上的一个穷凶极恶的法国厨师 这四个人是坐着救生艇幸存下来的 其中法国厨师实在是太饿了 就把当时已经摔断腿的中国水手给杀了 吃掉了 然后又开始对准他的妈妈 少年派的妈妈也杀掉了 这个时候少年派就愤怒了 心里的猛虎就被击出来了 把水手杀掉了 为什么少年派能撑这么久 从日本一直漂流到南美洲呢 他就是靠着他们的肉生存下来的 注意少年派因为他是笃性宗教的 所以他之前一直是素食主义者 他就问日本公司的人 你们愿意相信第一个故事 还是第二个故事 这个时候他也问来采访他的作家 说你愿意相信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作家讲我愿意相信第一个 少年派说愿神与你同在 而这个作家看到日本轮船公司 当时的报告上也写的是第一个故事 说有一只老虎陪着他漂流到了南美洲 这就是完整的一个故事 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尤其是结果的时候 我依然能够感觉到头皮发麻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来解读这个故事 首先这只老虎的名字叫做Richard Parker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印度的动物园里面养的一些老虎的名字 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英国人的名字 其实它就是取自19世纪很有名的 一次英国法院的判决 当时也是这样一个船 四个水手 船失事了 四个水手坐在救生艇下来 其中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男孩 他已经是状态非常的不好了 剩下三个人最后决定通过投票 决定我们只能把它吃掉 来维持我们的最后生存的希望 最后他们三个人被救了 但是这个事情被捅了出来 因为你们三个十人 这个是英美法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判例 因为它确定了一个原则 因为他们抗辩了 当时是危急状态 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杀死 否则我们都得死 也就是说在危急状态下 我们去杀害一个人 是不是能够构成谋杀罪呢 他们认为不应该构成 但是法院最终推翻了抗辩 即便是危急状态 杀人依然是构成谋杀罪 所以他们几个是被判了谋杀罪名成立 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英女王的特赦 基本上几个人都没有坐什么牢 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到辞都觉得你们是判错了 换成你们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这么做的 但是法律上必须要这么判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讲 所以Richard Parker所代表的老虎 说白了就是代表人的 人性中的兽性 而少年派他追求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 他代表的人性中的神性 人性是分两面的 就像我背后的老虎一样 一面是光明的 一面是黑暗的 最光明的地方就是人类的神性 而最黑暗的地方 就代表了人性中最深不可测的兽性 就是这只老虎 但问题是如果没有这只老虎 少年派是不可能活着下来的 就是如果在那种情况下 你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兽性 你是不可能撑过漫长的漂流的 就这么简单 但是当你的人性与兽性共存的时候 如果你被这只老虎吞食了 当你彻底的变成了一只野兽以后 回到人类社会 你还不愿意撒手 依然要跟这个野兽在一起的话 那你是无法再重新融入这个人类社会 这就是为什么当少年派被人搭救的时候 这个老虎头也不回的回到了丛林里 因为老虎只属于丛林 而你就算也再不舍 这个兽性你救了我 但是你依然要跟老虎毅然决然地告别 而另一方面整个漂流过程 也是对于他人的神性的拷问 因为他毕竟是笃性宗教 在整个过程里面不时地有他问上天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你要让我发挥出我的兽性出来 为什么要你让我做出如此不堪的事情来 同时代表着兽性的这只老虎 在这个船舱里面瑟瑟发抖 似乎神又在谴责我的兽性的这一面 为什么 还记得我们前面说那个岛 就是白天分一足食 到了晚上杀鸡重重那个岛 那个岛我个人觉得 关于它有很多的权势 我个人觉得它代表着 人在追求神性的过程中 可能会陷入这样一个陷阱 你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罪恶 没有杀戮 没有兽性的天堂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而这种没有根据的这种虚幻的东西 最终会腐蚀你 让你在里面沉沦 这个结尾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嚼头的 虽然我们理性告诉我们 我们都相信其实是后一种说法更靠谱 理性上讲都觉得 他一定是做了那些非常兽性的事情 才能活下来的 但同时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愿意 OK 愿意不是说真心相信 而是愿意相信 是一头老虎伴他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Richard Parker 英国沉船的例子一样 我们都知道是的 没错 换成我们所有的人 在那种绝望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都会发出我们的兽性 这个兽性能够帮你生存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认可这个故事 如果我们还希望生活在一个社会 生活在一个文明中 我们就不能相信那个故事 我们就不能justify 就不能说你当时杀人吃人 这个是对的 我们不能说 我们可以通过量刑 最后虽然你是做了这个事 但是我们可以轻叛你 这个可以的 但是绝对不能说这个事是对的 这个例子一开 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说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选择了 我只能把你杀了 然后我才能 任何人都能拿这个判例来为自己开脱 这就是这个结尾的美妙之处 也是他跟Richard Parker那个案件 双方暗合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也尊重这个兽性 说老实话我们也应该去尊重历史上 曾经发生了过很多无奈的事情 在很多无奈的情况下 人只能做出各种无奈的选择 我们是应该去尊重他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无奈的选择 给他Glorify 合理化甚至是美化了 我们只能就事论事的讲 你当时犯了罪过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将心比心 换成是我们也会犯那样的罪过 所以我们可以原谅你 但是你当时依然是犯了罪过了 这是本质的区别 大家如果经常看我的节目 会发现我以前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区别 OK 一件事情错了就是错了 可以原谅的错误 它依然是错误 你不能说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 就是一个对的事情 就是一件好的事情 甚至是值得歌颂的事情 这就是我以前节目里面一再讲的 无奈 无奈 我能够理解无奈 但是无奈不是好事 不应该作为一个文明世界 如果你是向往文明的这样一个人 你不应该去歌颂这个无奈 你只能一声叹息 而另外一方面 人很可能会陷入神性的陷阱 就是什么 他觉得人怎么可以有兽性 所有曾经人有过的兽性都是非常错误的 都是邪恶的事情 你就不能去理解它 就是发生了像Richard Parker那样一个事件以后 这些人都是邪恶的人 应该判刑谋杀 然后当场临时处死 你不能再说是可以理解这个兽性 这就是我们现在西方的很多左派身上 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分析西方历史上 因为他们只懂西方历史 西方历史上发生的那种事情 他就说那个就是绝对邪恶的 是吧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所以西方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建立在邪恶之上的国家 没有道理可讲 虽然说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了 当时那么做是错的 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讲的是一个无奈 是一个历史发展到某一定水平以后 你只能到这一步 任何人在当时候都只能做出这样子 甚至有可能做出比较更坏的选择 但是在这些西方左派 就是这些追求绝对神性的人看来 兽性不但不是不应该美化的 而且压根就不应该什么尊重 原谅 这些词都说不上 但凡是兽性就是绝对邪恶的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前面看的那个岛 我还记得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无法生存的 你是脱离实际的 你是完全无法生存的 你是想象出来的一个人间天堂 其实最终只会把你葬送掉 只剩一颗牙齿 我刚才说了 这一类人是西方的左派 白左这个想法 那么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内心推崇兽性的人 是什么人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名字 就是刘慈欣 但凡你看过不管是三体这个书 你大概明白三体这个书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黑暗丛林 就是宇宙里面有很多外星文明 是吧 你不能假定他们是好的 你只能假定他们每个人都是坏人 是吧 所以他们也只能假定别人都是坏人 所以我对他们不但不应该去找他们 应该先发制人把他们干掉 你只能假定他们都是邪恶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黑暗丛林法则 其实这个三体有点复杂 我们拿一个更好的东西来举例子 就是刘慈欣在有一次的现场访谈里面 他就跟这个 当时跟人们辩论 就说现场一个漂亮的女主持人 是吧 他就跟他说 你看 如果我们俩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两个人 我们只有吃了这个女主持人 我们才能保留下文明的最后的火种 你吃不吃 刘慈欣最后讲我肯定吃 我现在处于一个逼不得已的状态了 再美好的一个事物 我也必须要去痛下狠手 我只能犯下这个小恶 从而去保留一个更大的 这个大的多的 不管是文明的火种 但是这个更重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像刘慈欣这样的人 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他觉得我讲的东西是有很多前提的 是吧 我的科幻作品里面是有很多前提的 所以大家应该能够领会到我这个前提 而不会把这个故事去无限的扩大 而事实上 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个故事无限的扩大 怎么扩大呢 就是把这个前提条件扩大了 就是说当如人处在绝境中的时候 人没有选择的时候 只能去发挥自己的兽性 对吧 但是什么是绝境 这个前提条件是很容易会被扩大的 你再被困在海上 再不吃就要饿死的时候 这个是绝境吗 这个当然是绝境 换一个按照刘慈欣这种说法 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文明 我这个国家 我这个文化 我这个党快要毁灭了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很恶的事情 去挽救我的毁灭呢 当你把这个说我碰到绝境的情况下 我就必须要做出兽性的行为这个概念去美化了 通过不管是作品也好还是辩论也好 去予以美化了 然后再强调在这种情况下 你去发挥你的兽性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在事实上美化这种兽性 你在无限扩大它的外延 你在把它这个前提条件越压越低 不是你在压 而是听者在压 人类历史上很多发生过的惨剧 都是源自什么 某一种理论 纳粹是源于尼采的超人理论 是吧 后来中共 素贡是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一开始就像刘子欣写的一些科幻作品一样 他觉得我这个前提什么东西定义的很明确 而且我真心是发自善意的 但是往往后来的人 会把你这个东西无限的曲解掉 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就在这儿 你弄一个概念 觉得这个概念我已经定义的很好了 后来人都误解那是他们的事情 往往这种思想是酿就人类历史上 最重大的悲剧和残剧 记得徐志摩是怎么评价共产主义的 他说他们相信天堂 人间天堂是有的 但是必须要贪过一条血海 才能到达天堂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建天堂 但是他们决定先实现血海 刘子欣做的就是告诉你 人间天堂是有的 至于后来的人 兴奋天堂的人 人间天堂的人 都只会去实现血海 这就是为什么刘子欣他不是纳粹 胜似纳粹 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管杀不管埋 他们都想能够研制出一种 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但是从来不考虑它的副作用 所以每一次做出来的都是为祸人间的毒药 《少年派》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启示 就是我们的人性永远都要在神性跟兽性之间 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我们基于现实出发必须承认 尤其是在前文明时期 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 必须要有一定的兽性帮助我们度过最危难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们的志向是寻找更高层的文明的话 我们就不能把这个兽性放到一个很高的围曲去歌颂它 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陷入对于神性的过度的崇拜 神性就是兽性的反面 就是你陷入对于这个兽性的彻底的批判 对于这个神性的过度依赖 你很容易会在这种道德优越感之中沉沦 乃至于最终被这个兽性 不管是你的兽性还是别人的兽性所吞噬 回顾过去这两年多 我做了很多节目跟评论 我认为这个都是我一以贯之的逻辑 我始终在寻找平衡 用简单的八个字来说 就是心有猛虎细袖强违